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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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非常悲感的说 这是一个没有心灵的艺术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剥夺了我们的想象力的和心灵 灵感的艺术 那么强烈同意他的是谁呢 就是法国著名的诗人 沙隆评论家伯德莱尔 说完了完了 摄影直接干掉绘画了 摄影这种没有灵魂的 对自然毫无选择的 出戏不分的记录 直接命中咱们视觉艺术 绘画的命脉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从此绘画完了 然后直接高呼 绘画死了 这个人是谁呢 是当时法国 著名的学院派 新古典主义的画家 德拉罗斯 德拉罗斯说 绘画死了 这是我现在所查到的 关于绘画死了 最早的一个口号 因为我们说什么什么死了 好像是一个常规的口号 像理睬说 上帝死了 然后那个贝尔廷 刚刚去世的德国艺术史家 说艺术史死了 所以一个批评家 一个理论大家要出山 他要明白 首先宣布什么什么死了 就让我说 杨老师要宣布怎么死了 对了宣布 是真的 要出名就要找有名的人打 打有名的人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他死了 当然这个死了 是指思想死了 不是身体死了 我们不要那么举 我们有生命教育 要尊重别人的生命 然后这是当时的情况 当然也有相反的 直接用照片画画 这是谁呢 著名的浪漫主义的领袖 德拉克罗瓦 德拉克罗瓦 直接雇用了当时的一个 其实是个业余摄影家 很喜欢拍人体的 然后就让他去拍人体 然后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 德拉克罗瓦的 不少画里边的 扭动的浪漫主义的 狂奔笔触的人体 造型就来自这个 老兄拍的人体 这个老兄 由于他拍的人体 留下来了 所以他成为著名的 早期的摄影家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德拉克罗瓦就觉得 摄影也好了 直接拿来拍照 然后又画画 都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 印象主义画家 德加 千万不要以为 印象主义就是外观画拍 印象主义就跑到外面写生 印象主义就是 对着这个大自然去图抹 德加就非常反对 德加的崇拜狗像是安格 德加整天在史列画画 从来不到谁要画 但是这个主要的是 德加的很多画是画照片 他的著名的 这个芭蕾舞的那一批画 如果摄影有所了解的话 一看就知道 那个微广角拍的 然后我们一却找到了 德加的拍的 芭蕾舞演员的照片 当然了 这个照片非常不符合 摄影的清晰度要求 但却非常符合 绘画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做卢本师的图绘的 这个边界有虚有实的那种 明暗变化的那种效果 那如果这样说 那他算不算直接就 等于在照片上上色 以前的黑白照片上色 直接在上面 但是德加 德加基本上就等于在照片上色 不过他 不过这个照片 但是效果还不行 而且德加也好像 也不太宣扬这一条 德加是很明确的 德加很多构图 打破了传统油画构图的那种 三度空间的摆布 就通过镜头 这都毫无疑问的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摄影是个麻烦 摄影一诞生 这个甚至有一些欧洲的一些 保守的基督教的这些 小城镇里面的一些 资深的教徒们 这个狂呼 既兴奋又居上又绝望 兴奋居上绝望 都是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理由 就是上帝没有道理 让人类掌握如此快捷的 方便的记录眼睛 所看到的世界 但是既然都有了 人类既然能够发明这个技术了 既然找到它了 那也就意味着 末日要来了 这是个末日的工具 所以居上兴奋 全望都在这里了 这是末日的工具 而且当时这个摄影发明 大家也知道了 这是公开的事实了 是吧 法国政府说 这是献给全世界人民的 一个美妙的礼物 就是法国把打盖来的专利买下来了 然后免费推向全球 所以马上在1839年摄影专利通过以后 这个世界各地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包括中国 都已经有了这种 早期的打盖来版的摄影术 疯狂的去照相 但是争论随之而来 这究竟是魔术 还是艺术 还是科学 三个数码都有道理 比如说摄影是科学 摄影是科学 摄影是光学和化学的结合 光学就是凹凸净了 其实凹凸净不重要对摄影 因为凹凸净 针孔神像原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已经成熟 在18世纪的时候 欧洲已经出现了暗箱 其实 尼尔普斯和达盖所用的相机就是暗箱 就是一个凹凸净的一个装置原理 凹凸净导致了望远镜 伽利略就用望远镜看天空的 所以摄影的发明主要在化学 什么意思 就是寻找到一种感光材料 而且人类的材料很麻烦 既要感光要在恰当的时候停止感光 尼尔普斯偶尔发现了秀化营 有感光效果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第一张照片 收藏在法国 是不是巴黎国家图书馆 我忘了 就是那个尼尔普斯对着他的工作室的窗外 拍了一张风景照 曝光八个小时 非常模糊 证明摄影还不成熟 他的助手达盖尔在这一方面才能比 尼尔普斯还要精彩 然后在达盖尔的努力下 终于找到了非常好的提高改光速度的方法 这样的话在1839年的时候 达盖尔所拍的照片的清晰度已经达到专业要求了 而且在这方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英国的天文学家赫旭尔 他在摄影史上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他发明了 显影药水和定影药水 就叫海波荣液 而且马上把专利公开 马上把专利公开 今天我们所用的那种传统暗房的定影液 显影液就是这个科学家的基本配方 而且今天我们所说的photography 这个词就是赫旭尔丁 所以从这个印象来讲 摄影师科学 甚至达盖尔有一段时间 还非常强烈的认为 摄影师是一种发现 不是发明 大家那位有点科技史的人就知道 发明和发现是不一样的 刘敦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 是吧 这个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你说哪个重要 蒸汽机是发明的 但是牛都发现了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是发现宇宙的真理 或者说万物的规律 那么这就谱显了一部 激动人心波澜壮阔的科学史 科学史的前言是发现的 不是发明 发明是利用发现的原理 人类把它工具化 是吧 所以爱德医生有的蒸汽机 那是发现 那是发明 但是达盖尔却非常强烈的认为 摄影师发现 不是发明 它是上帝都已经存在的 那是新网友的看法 我们只是把它找出来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很明确的说 达盖尔肯定是不对的 摄影就是一种发明 不是发现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只有说它是发现 摄影的伟大 才和牛顿相等 达盖尔本人 虽然他已经进入了法国先贤市 法国纳费铁塔 上面 有他的名字 刻在上边 但是他还是不能跟牛顿比 不过如果摄影师发现 他就等于牛顿 那个法国牛顿叫达盖尔 是吧 不想 所以你说从这个议上来讲 摄影是科学技术 没错 摄影是科学 而且摄影发明到今天 其实摄影是很复杂 它有一个相机器材的科技史 有一个感光材料的科技史 还有一个两者结合 进入数码的信息史 只不过我们一般讨论摄影 就是讨论摄影的文化 摄影的艺术 摄影的构图 忘了这一块 这块很厉害 很厉害 我都觉得我搞不来 因为你们有很多科技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颗意义上来讲 摄影是科学 但是摄影是艺术 因为摄影家很愤怒 摄影一诞生艺术 就贬低他 他自己说影响人类有三部书 延迟之书 文字之书 和图像之书 但是拉斯金的第三本书 不包括摄影 它是绘画 因为摄影 拉斯金是贬低的 摄影是贬低的 所以摄影一诞生 就在为自己的艺术地位 而绝望的挣扎 挣扎到今天 今天普遍的状况是 在中国在内 很多画画画不好的人 跑去拍照 所以很多摄影家 一看到画家内心 就自卑一点 我画不好画 我才拍照 我的很多同学 或者很多美术界的画家 摄影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我一拍就比他们好 当然了 这都是没被尝试的瞎扯 但是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摄影的艺术性是个很麻烦 很麻烦的问题 而且摄影发明的时候的相当一段时间 起码有半个世纪 摄影的的确确就在模仿绘画的效果来拍照 比如说法国非常著名的摄影家 纳达尔 这个纳达尔不得了 因为1874年第一届音像派画展 正式的名称叫 无名画家雕刻家协会展 就是在纳大的工作室展出的 因为纳达尔很可怜这帮 街边的这个绘画小无赖 进不了沙龙 很可怜 就像我们今天进不了全国美展那些 街边小画家一样 所以就把工作室做给他们做展 这个纳达尔那是不得了 他在法国是创造的摄影奇迹 为当时19世纪的法国名人 拍了一大堆肖像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很多很多的 艺术家作家文人舞蹈家政治家 他的模样就是纳达尔拍下来的 绘画界里面比如说达拉克罗瓦 比如说波德莱尔 比如说作家大宗马 乔治桑 马赖 都是他拍的肖像 他多么厉害 但是他的肖像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就要到什么程度呢 就要到在法国巴黎他的工作室 如果一个名人 没有到他工作室待过 给纳达尔弄那么一下 摆那么一下 拍那么两下 你是不是名人就会受怀疑 那他的照片今天留下很多 我们一看 他的背后就是学院派 就是学院派的素描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会话 摄影就算模仿会话效果 模仿会话效果 那他工作室应该很大吧 应该可以做展览的话 那大很有名 纳达尔是空中摄影的发明者 这个活得很长寿啊 这个有了升气球 他就坐了升气球拍下第一张巴黎的高空照片 拍的第一张高空照片了 这个这个很出名的纳达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更复杂 就是艺术的问题更复杂 摄影一出身就在艺术身份上挣扎 因为绘画界美术界有充足的理由瞧不起你 你不就暗暗快门吗 而且而且著名的艺术史家克拉克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人体进入艺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摄影也很尴尬 因为在法国在欧洲画人体是一个传统 所以贵妇人美丽的妇人高贵的妇人给画家搞裸体 画裸体那是没问题的 就像我们的拿破仑的妹妹 就给一个雕塑家搞了一个大雕塑 这个雕塑家就放在陆福尔公安 是吧一个胖胖的这个小溜拿着个苹果 是吧说自己是大概是维纳斯吧 但是摄影发明的头20年 没有一个女性 有一点身份的女性会给摄影家拍摩提 今天摄影室留下的最早期的人体摄影 我们今天叫人体摄影 我们今天叫人体摄影非常美妙 不好意思 其实都是早期巴黎的 用正规的说法叫做原焦虑 或者日本话叫原焦虑 中国叫做摄影工作者 他们的名片 留下很多 摄影一出现不久就进入这个领域 拍了很多 卡拉克就导论了为什么 为什么名妇人贵妇人 可以给艺术家 画裸体 却不给卫摄影家拍裸体呢 因为一拍就名声很臭了 为什么呢 卡拉克贴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照片有个很可怕的一个功能 就指向这一个 哦这是谁 你们发现没有 当我们描述某一个女明星的时候 我们很开心 一旦看到照片 其实照片也没什么 身材可能也不是美妙 但一旦流出来了像陈关西事件一样 让他们惊讶的是 哇这一个哇他是谁 哇他是谁 所以卡拉克说第一个问题是 他直接的毫不犹豫的指向 这一个 这个很有威胁性 到今天都是这样 在我们社交传播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一旦和一个具体个人挂钩 这叫丑闻 其实离开这一条 你不觉得全世界的人 其实身体都一样的吗 我们别差异的是脸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女人摄起来 因为摄影是相对 感觉是比较科学 比较客观的一种手段 所以会让人觉得这个很真实 这个比起绘画 对了 对了 这是克拉克所说的第二个理由了 摄影不加掩饰的暴露的 人体的所有问题 我原来这个人有点坠肉 那里有个字 身材不够美妙 而我们的艺术家 总是按照古希腊所确定的 七个半人头 一比八的比例 来修饰 就是眼前这个具体的个案 而摄影 不懂得修饰 所以克拉克 说的理由 尤其这两个理由 任何有身份的女性 绝对不会给摄影家拍罗照 第一个是 具体只要这一个 这很恐怖 第二个是 摄影没有修饰 我们不认为摄影是异的 说出来就是摄影不是艺术吗 当你虽然在外话里 教授你的时候 那是艺术 这是审美 这是有我们的高雅的标准 摄影这个混蛋 这个裸露的镜头 这个不讲道德的镜头 对着我咔嚓 然后我的身上的一堆肥肉出来 所以到今天 你不觉得摄影在威胁 很多很多美丽和英俊的人吗 现在出现在这样一族人 就是如果不经过美图修饰一下 它不能出现在 手机的公共平台上 对不对 现在就出现在加一批人很着急 有很多人真的很着急 现在包括男的 不仅是女的 年轻人 你不要乱发图片了 那我们自己默认的一种 图像伦理的原则就是 我绝对不会乱发图片 越来就说摄影越来越普及 我们越来越容易拍摄和被拍摄 然后人们对自己形象越着急 就出现各种美图软件 美图软件只有一个目标 消灭个性 为什么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个性弄出来 所以南韩的 韩国的美容才如此风行 今天我们不用跑去手术台 搁搁脸 削削鼻子的是吧 我们在手机上弄两弄 是吧 但是这剩一出 一旦剩就出现这个问题 一旦是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是摄影是艺术吗 摄影会这个世界很挣扎 很长时间摄影界不敢说话 然后因为他们也只能模仿绘画 或者所形成的这种 艺术风格来拍照 中国也是一样啊 中国有个郎靖山啊 郎靖山直接干掉摄影啊 我说郎靖山是 我说郎 这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郎靖山是三反分子啊 反西方的反摄影啊 还有反观看的 郎靖山是极紧摄影啊 恨不得他是用炸机这个东西 来拍一张中国传统山水画啊 嗯嗯 所以今天研究郎靖山是很麻烦啊 因为我们无法对他的照片进行 比如说拍于何时何地 什么光觉什么速度 什么世界没有啊 他合成了加上那个连带又不是个电脑连带 他合成完了就没有第二张了 没有第二张呢 整理拿进去上的材料就非常非常复杂了 但是他也是个传统啊 这个传统很强大 比如香港的城府里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是中国摄影英雄大师啊 我想了半天为什么叫大师呢 他就是大师啊 摄影家协会的人一听起城府里 大师来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摄影从诞生到今天 都在为自己的艺术身份焦虑不已 这也嫌恨了 SV настро烈 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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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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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异炸 cherry 炸 los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